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环球时报 还有环球网的多篇文章 微信公众号还有网页都相继转载了人民日报终生的提名的一篇 几篇的评论员文章 但我们没知道人民日报终生他不是一个个人 也不是一个作者 他是经常在一些逢重大敏感突出事件的时候的一个撰写 专门对阶级异己的一个抨击的写作团体 那么也有这个媒体解释为 中生的谐音是中共中央的声音 那么也有这样的说法 与此相同的是 这个人民日报还有一个属于推特的权利 叫任七平 任七平在人民日报的微信公众号上面 也是介绍过这个任七平到底是何人 那么也是跟中生是类似性质的 从这两个不难看出 这个中国官方他这种宣传 已经成为一个团队化产业链的一个 生产加工工厂的一个制作模式 那么在这个中生发表的评论文章 多数是冲击美国政府和特朗普的政策 包括对于特朗普总统在推文上的一些说法 那么也是相继就是一些令人责舌的标题 那么这个标题 让很多中国政府也感到疑惑 那么这到底是官方是对于贸易战事何种态度 也是摸不清楚 紧接着中国官媒电视台啊 也播放了一些像上美援朝啊 越南队短级战 包括在这个北京事件啊 5月18号今天晚上周五晚上 原地狱播出的一些 CCTV6电影频道啊 原播出一些其他的一些影视周的一些 同坦典礼呢也被提掉 那么也是播了很多 像今天晚上会播英雄儿女 这种带有隆重的毛泽东式风格的电视电影 那么CCTV6的电影频道啊 在本周四临时改换了晚间节目 在其这个官方的新浪微博上 也是说到了说电影啊 源于人民的生活 那么有时候电影可以反映下时代的现实 那么这句话也是 引起了中国网民的一个热议 与此同时呢 在发现很多这种微信公众号 还有这个网友这个评论下面啊 分成了两派 一方面就是说对于这个贸易战本身 那么跟官方是相同的 那么就是自发的形成了一种美的情绪 那么另一方面一些网民呢 也是很这个谨慎很理性 他们就认为说这个官方这个大规模宣传啊 不一定是好事 那么与此同时啊 对于美中贸易战还需要理性客观的 这样的视频 那么中国官方在这种 不管是说在贸易战 还是说是在一些像2014年的这个钓鱼岛事件 那么中国民间也是 发生了很多官方支持的反日游行 那么这方面就是说 这个官方很在一些敏感的一些 这个涉及所谓的民族主义这个问题上 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那么去大规模的去测动民众啊 去行使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表达的意见空间 那么在这样的这种环境之下 民众对此是也是很难去接受官方这个所能表现出的这样一个形式 因为很多中国民众啊 认为说这个官方所谓的东西 一方面是说可能代表官方的反应 那么中国民间 民众真正说贸易战 对他来来的影响 可能就是生活上的物价 或者是说这个包括他的衣食 包括其他的子女教育 或者一些留学的这样的一个 跟他生活贴身利益相关的东西 那么在这个贸易战这个中方这个急转 风转急下 包括中国的央行啊 今天早上也是发布了这个人民币的这个突破 一美元对七元人民币 逼近七元人民币的这个七的一个关口的一个措施 那么限制外汇 那么限制这个取汇也是相当这个形式很严峻 另外呢 这个官媒啊 也是频繁的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 因为微信公众号 现在目前是中国民众啊 最能直接切除这个一些 涉及市民信息最全的一个平台 那么官方也是利用好这样一个传播优势 那么比如说传播一些所谓的 像对特定人群 像年轻人可能会传一些所谓的这些 一些来自美国元素的这个电影 像复联4啊 这样子就是去说一些关于揭露美国政界 美国的这个阶级对立 以及这个年轻人他所说这个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 这样的所谓这种一些这个事件 那么同时呢 在这些事件当中呢 中共也是向外界展示 他知道假新闻 也就是fake news的一个本事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 这个关于贸易战上面 有关于这个假新闻的这样的一个踪迹非常多 那么在就是今天早上 就是北京时间周五早上的时候 在新华社经推送的 呃一篇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 呃他的这个标题啊 就是提到了对于贸易战 那么呃中国是不怕输也不怕达 那么包括这个呃环球时报 今天在也发表了说 美国人要不干了 或者说别说你是发展中国家 这种呃比较美人的标题 呃那么这个 很多时候就是说 这个贸易战对于这个 民众的这种情绪煽动 往往是出自这些媒体的宣传 另一方面就是说呃 这个配合官方的一些政策宣传 而包括今天这个海外网也发表了 一个人民日报又一份 终身评论员文章叫 御家之罪何患无罪 那么这个标题 提出于中国的这个 五点民众战国册里面的一句话 那么他就整个文章是提到了 说这个中国强制这个技术展让 那么意思就是说啊 这个中方和这个华为 使用一些这个已经被爆出 准备好很多核心零件 那么一直将中方称之为是 这个受害者 所以这种宣传造势也给很多民众 这个带来的一些部分 这个贸易战到底是什么样的 应该做出什么样的一个 呃这个准备的措施 那个中国官方呢 在这些呃 逆级的宣传中并没有给出一些 实质性的内容 目前官媒啊宣传大多数感觉很空洞 或者缺乏实质内容 那么中国民众能够接受吗 好的那么这个官大问题 说空洞和空下是这次这个很密集的 也是刷新了这个中国外国 中国官媒的这种舆论宣传战 共产党说叫做思想政治战 思想政治战线的一个传播形态 那么空洞和空泛呢 也是大根模就是这个 按中国老百姓的这个话说啊 就是放空炮 那么就是去呃 想这个这个 这个立地阶级提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么这种放空炮的这种行为啊 民众似乎很难去寻找到说 官媒告诉他该怎么做 或者会出什么样的效果 以及影响 没有说到 很多时候在一些呃 中国一些这个自媒 涉及财经类的自媒体上 呃 就是有很多这个措施 包括就是 呃 怎么进行行卖制业啊 怎么去呃 外货和转移资产啊 呃 甚至啊 还有就是说 呃 如何这个就是 一些就是 极端类的 呃 可能也跟这个 在秦伟平先生 这个书可能有些相似的地方 那么就是也会提到了这个呃 呃 告诉民众呃 是怎么去 呃 应对贸易战带来的这个影响 民众似乎只能通过这种非官方渠道去了解和熟知贸易战本身带来的影响 并不能从这个正儿八点的官方渠道去了解 所以大家说明了中国官方疑似乎也不想让中国民众啊知道这种呃 这个贸易战本身实质是什么东西 相反的是这些空洞和宽泛的宣传不会给民众接受这个事实 因为在新浪微博上很多一些这个网络大V啊也是在关于贸易战上面的问题也是这个磨了两可但是在底下的评论上面我也是看到了很多这个民众他们也是想问我主一些生活在美国的这个新浪大V啊他们就说怎么去呃把这个贸易战的这个叫什么这个灾难成本啊 啊转家到这个政府身上或者是从他来尽可能让自己的利益减少受损那么这些博主人是给出了一些实质性的答案 事态目前啊就是16号17号啊我们看到CCTV6这个电影频道啊啊突然有一个公告说改播英雄儿女和上甘岭这两部电影这两部电影呢都是抗美影片 就是反映抗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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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么这位半年六公主这位女主角 现在已经移民到美国了很多年了 然后他是在这个62年的时候被打为右派 那么也是这个饱受一些这个政治整肃运动 后是在八十年代初啊 这个民众也是在底下的评论说 这个六公主啊怎么怎么样 那么这个还有就是上甘岭啊 这个东西这个可能也是在反应中下 美中央一战期间这个美国的一些所谓的一些不人道 一些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所谓尊严的这样的利益的一个做法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上甘岭战役啊 这个讲述了这个什么与美军预选战 然后最后美军以轻微的失败者的姿态 做到板门店的这个谈判桌前去谈判 呃官方这个1905电影网 也就是这个资金金融的官网啊 给出答案是说中国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那么这个话也是重复了很多很多遍 包括这个CCTV6 他说这个事实的这个会 多么一些这个与当下热点相关的电影 也是反映一下现实社会 那么这个后来就是也有其他网牛统计说这个CCTV6啊 不光是说是在这个呃 这个贸易战期间调成这样子 像之前啊这个呃 巴黎圣母宴大火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当时当天是本来是要对 这个播放这个有关于这个这个 这个一些就是都市类的情感电影 突然也会变化成了这个悲惨的世界 那么也是反映巴黎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另外这个也是在上位部组的西安的这个女车主维权事件啊 当时这个发生事件之后的当就是当天啊 这个CCTV6也是公布了这个播放的电影 叫这个有车车有车要开好这样一个呃 呃香港的一个这个喜剧片 那么似乎也是在提这个印证这个呃 呃当下的一些热点 那么呃 中国官方一直说的是这个文化宣传站啊 跟这个媒体宣传站一直是并行的 相反的是这些东西最终可能会造成的这种后果啊 或者是一些东西对民众而言 他们更多只是去参考去观看这些东西 给他们会带来什么的影响 但是这种呃有时候像这种高调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啊 呃民众一个是不接受 再一个是听不懂也看不懂 或者是说对于这个 这个民众所宣传的理解能力 呃因人而异或有参差不齐 呃斯坦向你请教的最后一个问题 是有关一个传闻 就说有消息说啊 荷兰科技大学检查学生宿舍啊 对于文学作品复活巴黎斯姆月 基督山伯爵唐吉柯德都要收缴 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 ok 好的呃那么这个消息啊 这个是在呃呃也就是在本周一的时候 这个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 这个小范围的传播 嗯当时啊这个事情也是这个 一时间是在国内的这个社交 一些学生群体之间就是 大家也是互传说呃可能是涉及这个 一些像六四三十周年 还有这个马上这个七月份的新疆呃 被官方称为新疆骚乱十周年的一个 纪念日啊七五十天 那么这个官方所说的 这可能是在这个敏感日之前啊 中国官方又是大规模的缩紧了 这个呃对于这个思想的控制 啊不过这个消息是属实的 因为这个中方学和南科技大学 在这一周之内中国多所高校 相继这个收到了这个一些 来自教育部学高等教育司 以及辅导员宣读的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红的文件 明确说是要这个 这个清剿这样方面 这这方面的图书 那么一些这个学生啊 也是相继受了很多处分 这也似乎说明了这个 中国官方他也是害怕 这个年轻人啊 这个接受所谓这个 呃这个像什么 这个极端宗教行为 但是我们知道这几本书啊 习近平本人也是读过的 所以就很难看出说 这个书到底是他自己读过 或者是学生去读 这也是涉及了一些敏感的话题 而这个还需要在后续的观察 其次呢就是这些图书啊 都是中国中考啊 包括中考 甚至一些学科竞赛里面 也是经常提到过的一些 允许这个 其实做过试题阅读材料的 这样的考试内容书 也突然被禁 那么这也是让人 这个通过什么官方 到底想做什么事情 很多不清楚 不知道 只能说是防范防备 甚至就是 这个主动只能是主动交出 给自己这个叫民主保身 好 斯坦非常感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